看到后面有板子写说 信义南松山草新草新得第一 没有错我们真的得第一了 谢谢大家 那我想呢首先哦 要先向我们所有 信义南松山的选民朋友致意 谢谢你们站出来投票 支持许晓鑫前进国会 那一路上我们有很多的里长 党部的志工常委书记领长陪着我 我们一路走下来才能够迎接胜利 才能够最终胜选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相信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 只要是继续在政坛当中为人民努力的 我们都会攜手尽力的来做 在这里也跟许淑花议员再一次的致意 我想呢接下来进到立法院里面 有非常多需要监督的 我不会因为今天我个人的胜选 我就觉得放松了我们的心情 我们要继续的跟民进党直球对决 我们要继续的追踪在选战过程当中 对方没有回答清楚的疑虑 比方说像高端疫苗的合约 本来不是说要公开吗 现在选举都选完了 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公开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在这条路上奋斗 愿勇气与我们一起 愿智慧与我们一起 在这条照顾人民的路上 为民发生的路上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徐晓星从政的初衷 就是希望进入国会 我们能够把政府的螺丝锁紧 所以未来 不管接下来的政权 是由来谁来执政 只要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就会团结彼此监督到底 今年的选战 国民党有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跟年轻时代一起进入国会 那我相信大家接下来在国会 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国民党 会看到一个更团结的国民党 会看到一个更年轻的国民党 我们有责任让新生代 那做出成绩来 那才不会辜负所有选民朋友 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在这里徐晓星 再一次跟所有选民朋友 深深一举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